今天就不说什么刺激的了 讲讲我弟吧 我弟也很刺激 大家都知道我有一个弟弟是吧 那一般有观众听说 你是个女孩 然后你父母生了个弟弟 你们家是不是重男轻女 不是的 这是一种偏见 我们家不重男轻女 在我们家是这样 你生的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 都不受重视 就是没有人有心思放在孩子身上 我们家只有生存的压力 你可以抱怨一对城市的父母说 你怎么都不关心你的孩子 他就会说 我做得好差呀 我都不关心我的孩子 但是你要敢抱怨我的父母说 你怎么都不关心你的孩子 他就会说怎么了 那不还活着呢吗 是不是挺好的 坐那活泥呢 也不知道从哪找的水 所以你知道 在这种条件下 我跟我弟可以说是相依为命 我俩的关系 我说一个细节你们就懂了 就是小的时候 每一次走夜路的时候 我都会背着他 你知道吧 每一次 因为我小的时候觉得 鬼都是从后边来的 这就是我们的关系 就是表面上看很好 但是不敢细想 而且我那个时候 不知道从哪听说的 说这人啊 肩膀上有两盏灯 说你走夜路的时候 不能轻易回头 你回头灯灭了 鬼就会来吃你 所以我每次背着我弟 我都说弟 你看一下后边有没有车啊 我弟现在怎么说呢 很健康 之前说的都是封建迷信 没想到是封建迷信 但我对我弟也很好 就是我帮他扛住了 我们家所有的社交压力 在我们家当孩子 真的社交压力非常大 你们见过那种父母吗 就是他特别爱炫耀自己的孩子 你们见过父母吗 见过是吧 就是 就是 我爸就是那种 就是他不知道为什么 他每次从小到大 在家里请朋友吃饭的时候 都要把我拉出来 表演一个节目 我今年29了 我还要在长辈的饭局上 表演节目 我只有这个时候 觉得我真的得赶紧结婚 生个孩子 然后让这个孩子 替我表演节目 就是我摆脱这件事的 唯一办法 因为真的很尴尬 你知道吗 超级尴尬 就是一般都是一些长辈 这些都喝得叔叔 大爷都喝得面红耳赤 前面有一个叔叔 还在说 我跟你说啊老李 你听说了吗 隔壁那个县长 前两天危机 让人撸了 然后我爸就说 来 大家把手里的酒放一放啊 放一放 放一放 老李县长的事放一放 下面有请杨丽 来杨丽 为大家敬杯酒 说句话 说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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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感觉这是某种咒语 你知道吧 到他这样 我就没有办法了 我就只能硬着头皮 站起来 然后所有人都看着我 你就感受那个氛围 你就知道 我今天不可能 轻易说点什么 我不可能站起来说 各位叔叔 大爷都在酒里了啊 这种是不行的 我必须得说出来什么 不然别说对不起我爸 我都对不起隔壁内县长 然后我一看都是长辈嘛 我就说 各位长辈啊 大家年龄都不小了 你知道吧 平时啊 少喝酒 少去朋友家喝酒 缺不缺德啊 但没关系 我觉得根本没有人 听我说什么 因为我不管我说什么 都会有一个叔叔 特别适时的捧场 站出来说 你看人家这个孩子啊 上过大学 就是不一样 我跟你们说 凡是说过这句话的人 他一定没有上过大学 因为上过就知道 没啥不一样 自从我说了脱口秀以后 我爸又多了一个项目 就是他最后说一个 演一个演一个 就你在上海整那个 演一个 别不敢 是不是不敢 有啥不敢的 我每次都想说 爸 我不是不敢演 我敢演 你敢听吗 这些朋友还想不想出了 你以为我这是一个 何家欢的节目吗 你这些朋友我不认识 但是他们有一个 共同特点 就是都是男的 我砸眼 我一上去就是 各位叔叔 大家好 我是杨丽 我觉得男的吧 所有人肯定都懵了 只有一个叔叔 还免请保持性的说 你看 上过大学 一样 所以说什么 父母和孩子是平等的 根本就是瞎扯 你知道吗 因为世界上有很多 像我爸这样的父母 但是没有一个孩子 把同学领为家 写作业写着写着说 是不是累了 把手里的笔放一放 下面邀请我爸 来 我爸 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 你不是会喝酒吗 来 吹一瓶 吹一瓶 真的 从小我就备受困扰 所以当我长大以后 有一天听说 曾经在有些地方 女人吃饭是不能上桌的时候 你知道我有多羡慕吗 我说这是哪儿啊 天堂吗 好 谢谢大家 我是杨丽 谢谢杨丽 三 二 一 请锁票 上一次静姐 在看杨丽表演的时候 一旦 我觉得我爱上杨丽了 没有 没有 因为我做了深刻的检讨和思考 就在她那个脱口秀的时候 我一边听她讲 一边被她感动 我在想 我说脱口秀是可以这样的 今天我笑了好几处 好好笑 看书了是不是 你看看 有好多地儿都 看书了 非常对 知道哪儿好笑了 应该看书了 知道吧 对 哎 静姐 您在家长面前会有这种表演吗 我是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 真的 我好讨厌别人 我从小大大就很讨厌别人让我表演 让我什么唱歌 跳舞 演小品 我真的很愤怒的 因为我不觉得那个是我的强项 可是我又不能在台上给人演一电影 所以就我的苦恼 而且人家会说 哎 你看你装你装 你能不会吗 我就听到你那个经历的时候 又被震惊了 原来你那么悲惨 他怎么悲惨了 真的 后来他说 他让他爸出来表演一下的时候 我特别开心 因为我爸就是 他从老就觉得我很会说话 然后他就觉得 全都是这些朋友 其实桌上老聊 就那些事也没啥意思 就想让我调剂一下气氛 但确实很烦 希望各位家长 杨丽 马上就要过程秋节了 对不对 这回回家呢 您可以带两款 有机醇牛奶 蛋白高营养好 吃饭的时候 全家都爱喝 谁还顾上 让你演节目 对不对 就不会难为你了 我们来一起 干奶 我没拍也是觉得说到什么 那个你爸呀 写作业那儿 肯定再来一两句 垫上就会更好 但这个 这已经是我目前 最好笑的东西了 那你现在是会有心理压力吗 天天看一些热搜啊什么的 没有没有 它不是心理压力 它是 就是我是觉得 创作是这样的 就是你肯定不可能 永远是成熟的 因为你永远是成熟的 你就没法往前走了 其实我上一次演完 后来我回去想了一下 就是因为那篇东西 其实是没写完的 就是 它是你应该 一个过程中的东西 但这个节目又要录 所以我觉得 如果把这种 不成熟的东西给大家看 就是 也是另一种 东西吧 就是希望大家找到 自己的这个规律 好 看我们也 恭喜压力 获得了15票 谢谢 进入粉丝区 OK 大家好 我想先问一问 咱们现场的女生朋友们 你们平时喜欢做美甲吗 有喜欢的有不喜欢的 我女朋友特别喜欢做美甲 而且她做完美甲 那一天 整个人特别开心 手务足道 莫名其妙 跟我剪刀石头布 剪刀石头布 你感觉她也不想赢 她只想出布 我一开始不太理解 人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 来修饰自己 这么细微的一个部分 然后她就跟我解释 她说 做美甲 对于女生来说 是非常美妙的 一个消费体验 因为一般的美甲店 环境都还不错 对吧 你可以挑选 自己喜欢的指甲油的颜色 你可以看见自己的手指 慢慢地变好看 美甲师还会攥着你的手 说哦 你的手真好看 对吧 没有哪一个部分 是会让女生不开心的 但是对于男生来说 我们不会太在意 这种消费的体验 我们只在乎结果 你给我结果就行了 我甚至觉得 有些消费场景 只针对男性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 那种商圈一层的 十元快剪 十元速剪 十块钱快速 给你剪一个头发 大家有机会 可以去体验一次 那一次就够了 说实话 十元快剪 真的太快了 效率也太高了 你进去 没有理发师跟你说话的 我进去 那个老板看了我 朋友们 我上次用 跟别人打招呼 还在高中的时候 让同桌 把卷子给我看一眼 我就坐下来 一般在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提自己的需求 对吧 给我来个墨西干 但是在这种十元快剪 你没有这样的权利 是老板告诉你 你能剪什么样的发型 因为他只会两种 光头和寸头 不然为什么快呢 一个男生 突然要剪光头和寸头 是要下很大的决心的 我还在那考虑这件事情 老板的推刀 已经开始推我后面的头发了 我说老板你稍微等一会儿 我还没有想好 他说没有关系 无论你选哪一种 我都要推你后面的头发 我说那你上面 好歹给我留一点 他说行 寸头是吧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时候寸头 就是最好的选择 然后他就火力全开了 拿推刀直接上 我感觉自己 就是错过了一通 震动的微接来电 他就剪完了 非常的快 非常的迅速 但是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我在进到这家理发店的时候 我发现 它跟一般的理发店不太一样 它没有洗头的那种水池 它连喷壶都没有 这家店没有一滴水 我在想 他怎么清理我的这些碎发 这个时候老板 从天花板上 拽了根管子下来 再把开关打开 那是个吸尘器 有谁要在天花板上 掉一个吸尘器 你们有被用吸尘器 吸过自己的头吗 你们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 你会觉得我脏了 我好想逃 但我逃不掉 声浪非常的大 我整个人被笼罩着 我被吸完之后 我整个人瘫坐在椅子上 我在想 十块钱也是钱 我怎么说也是个消费者 我还是个小明星 为什么要遭受这一切 这个时候老板俯下身来 我以为他要安慰我 老板拍他拍我 让我把钱付了 我付完钱出去 我女朋友在对面一家 没假店做没假 她还没有开始 这个好玩 我就剪完头发出来了 他也很诧异 很快吗 什么感觉 我说便宜 但没有尊严 所以我现在 我再去到一般的理发店 那我剪个头发 七八十块钱 上百块钱理发店 我没有觉得特别的贵 我觉得 哦 我也太开心了 这帮朋友也太nice了 对吧 你还没有进到门店里面 他们已经开始 跟你打招呼了 先生 一位是吗 一位是吗 好的 娜娜一位冲水 娜娜就在那 我都看见娜娜了 但有这个东西 显得特别专业 我觉得全中国最像特工的一帮朋友 就埋伏在各个城市的理发店里面 娜娜温柔地给我洗完头之后 她会给我引到座位上 还会提示我注意脚下的台阶 我坐到座位上 娜娜给我一个iPad 里面有个发型裤 几千种发型任你挑选 光寸头的寸法都一百多种 选定之后 Tony老师还会来跟你确认一下 先生 这个什么 这个什么 OK 然后他会用梳子梳我的发露 朋友们 他超温柔 作为一个男生 很少有这样的体验 他简易到他梳十次 然后捋那么一小撮 在自己的指缝当中 微微地剪出一些东西 再把我的头摆正 看一看镜子里 没有任何区别 但是作为一个专业的理发师 你得有一些专业的动作 对吧 来让你的顾客感到放心 很多男生都有这样的体验 你在一个理发店里 待待两三个小时出来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只有这两边的饱和度 稍微低了那么一些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从这样的理发店出来 整个人自信很多 对吧 我再接到我女朋友 她说 你什么感觉 我说贵 但贵贵的道理 谢谢大家 表演也太强了 天哪 他那个 太细了 3 2 1 请锁票 你看到没有 为什么我说她是冠军 是不是冠军 是不是冠军 大多早了 你们怎么跟我一样 别这样 我很优秀 特别棒 李淡真是 真的笑得味都快出来了 因为我就是 大家也看得出来 我就是那个石原给发店的 常客 我每次被吸尘器吸的那会儿 确实是百感交集 真的很奇怪那种感觉 但是他们很自然 他们就觉得 就是就应该是这样 你也就觉得是应该是这样 但其实不应该是这样 那是吸尘器 他就蒙吸你的头 对 你碰见过那种双刀剪头和的人吗 双刀 我不能够双画眉 双手画是不是 对对对 画完眉之后还吹水 还放进去这种 对 那你刚刚还好像还有一段 口气表演是不是 就是那个吸尘器那个好像 什么时候研究的 这些外面学到的东西 其实这个方法 很多国外的 很厉害的吐水员都在用 哎 对 墨西哥一胖的是不是 对对对 他就是那个 书画老老婆那种口气 彭森哥 Flaffy Flaffy 对 但是他今天那个 能怎么学的 我们能学学吗 敬礼 前面的表情 主要是关那一下 对吧 关那一下 真的绝了 真的绝了 兜兜 我口气 错口秀 这喝瓜子都能咳出 表演 因为所有的脱口秀演员里面 只有你是不能用麦的 因为用麦会被限制住 是吧 包括剪头发那个 就是很少 就是脱口秀演员的 这个 他语言节奏非常好 但是他表演节奏也非常好 这两个合在一起 给点意见 没有意思 一定要给意见 我先说 因为我有时候看痘痘表演 就是会还是有那么几个片刻会大 你说表演吗 就是大的 劲大的 还是会有那么几个片刻 但我捕捉不到那个具体的感觉 专业人士给点建议 他其实那种大是在调整自己的内部节奏 所以他有的时候动作是不准确的 包括洗头 但他开心 他开心 他就可以完成下一个 就完成好下一个 总比他为了控制这个以后 整段都划得要强 对 所以我赞你啊 可以可以 痘痘演出的时候 老感觉是一个健身教练的感觉 有没有 再做十个盛顿 好大 现在就可以了 再做十个盛顿 他老是那种一副 他讲什么内容 我都感觉他在让我训练 大家反正都还是 很喜欢痘痘 我也摸不听这个演表演的劲 反正刚刚是活灵活现 感觉把理发店已经搬到了舞台上 非常厉害 那我们也请杨丽回到舞台中间 第一 又到了看观战间的时刻 来看一下观战间朋友们 我要采访一下杨蒙恩 来 杨蒙恩 到 蒙恩啊 头会有点乱 为什么坚定的坐在了杨丽这边 因为啊 我就是他弟 家人就是要盲目的坐在他的身后 我们来看一下豆豆那边 王勉 对 我就坚定的就站在这种 不是纯粹的脱口秀这一边 就要表演 来 我们来看一下现场 最终的得票情况 我其实没有太想赢或者不赢的事 我觉得今天这一把演的还行 我沉浸在那个情绪里面 我觉得杨丽其实挺好的 她也不能老是讲她的这些男女啊 或者是这些态度的东西嘛 她还在一个寻找更新的自我的一个过程 三个李小琦 哇 一百八十九 九 冯喜豆豆十八十九票 进入直通区 呦呦ո